由社團法人花蓮縣老人暨家庭關懷協會發起 邀請心理師從2021年1月開始 搜集樂智據點七位失智長輩創作的畫作 透過開放畫室課程 在期間陪伴長輩拾起畫筆 除了鼓勵創作增加信心 也精心挑選五幅作品印製成紅包帶 希望透過公益意賣的方式 讓更多民眾看見失智長輩更多的潛能 我們今年再從1月份開始 我們就邀請台北的一位心理師 然後跟著我們所有的樂智據點的長輩一起來作畫 那其實在作畫過程當中 其實長輩剛開始他們都會很緊張 也會很擔心自己畫的不好 那其實慢慢當中 我們也是一直在鼓勵跟陪伴長輩來做這件事情 希望就是可以增加他們的一些信心跟他們的成就感 那長輩其實就是越畫越有興趣 那我們也發現說 其實我們七位畫家啊 每個長輩他們各自都他們不同的獨特的畫風 像有的長輩他們比較擅長的是人物畫 有的長輩擅長的是比較是感情面 有的是抽象的部分 那其實我們就是依據長輩每一個人不同的特性 所以我們這個課程叫開放畫室 就是希望說可以開放每個長輩他們自己不同的特性跟潛能來做這件事情 那其實紅包帶這個部分的發想也是因為說 我們看到長輩的作品真的是很棒很漂亮 也很希望說可以讓更多的民眾知道說 其實我們四肢的長輩他們其實還有很多的潛能 然後還有很多他們可以做的事情 那所以我們會希望說他們可以藉由這個紅包帶來跨出 跨出自己家門的這一步 而不是就是只能待在家裡面而已 然後所以我們會希望說透過這個紅包帶的衣脈 除了可以支持我們做老人公益服務之外 更重要的是其實可以讓大家看到四肢長輩 他們其實有很多值得肯定的一些優點這樣子 從2021年1月開始 歷經疫情持續半年的時間 長輩們各自完成作品 儘管有長輩已經離世 但透過70至90歲長輩的繪畫 卻看見他們內心的故事 有畫出家人團聚的思念 想住進山林彩色小屋的夢想 富貴吉祥平安幸福美滿五款紅包帶 華為民眾聯系社團法人華聯縣老人暨家庭關懷協會 或透過iGiving公益網購買支持 消費滿千還能抽獎 義賣所得也將用於老人整合性服務 歡迎民眾響應愛心 讓2022別具異議 接著將邦彦展相報導